今年11月初新北市消防局淡水分队是连续接到两次的急救任务 都遇上到院前停止呼吸心跳的案件 却在三个多小时内顺利从鬼门关前抢回了两条宝贵性命 一块去了解 在今年11月初周六下午新北市消防局淡水分队连续接到两次的紧急救援任务 都遇上了到院前停止呼吸心跳的欧卡案件 却在三个小时内顺利从鬼门关前抢回两条宝贵性命 而其中一位彭先生在步道散步到一半就昏倒没有呼吸心跳 还好一旁的路人看到赶紧打119 救护人员用CPR加上AED救回彭先生的一条宝贵性命 对于这种CPR都这种东西其实我都有一个基本的 但是你基础上刚去上课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重要性 那发生在自己身上人家用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哇这东西怎么这么重要 你就有一个人有那个知识帮你多按几下 帮你多处理一些的话 那你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救回来 我就是刚好有很多这样的概念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说现场的客人然后让我又把生命又可以捡回来 然后继续学习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去奉献 我很感谢上天还给我这个机会 还有这个机会 但是也很希望说每个人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去学习 而在这一位彭先生前三个小时同样是一组救护人员 也在淡水的蔬食餐厅同样是遇到灵性女服务员突然昏厥过去 失去生命迹象还好换酒的妹妹 在救护车尚未抵达之前 与店长一起接受线上救护派遣人员 在电话中指导执行CPR 将林小姐从鬼门关前拉回相当惊险 很幸运就是说一天一天以内我们同仁有在一天救火了两位 我们那个淡水的区的区民 我们民众如果有学习到你一些CPR的一些技巧的话 那在这个时候顺便可以拍张用场 刚好你有看到这样子 那可以拍张用场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还是可以希望说民众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想要学CPR的话 不只可以自救可以救人 放了就好 加油加油 当时在患者送到淡水马街医院急诊 诊断为心肌梗塞 随后由医生进行心导管手术 才可以再度与消防队弟兄一起参序表达救命的感谢之意 而淡水消防队也说 急救任务是除了仰赖救护员的技术与装备 事发当下周遭民众若是能够及时协助CPR更为重要 而这两件成功救人案例都是旁人立即报案 并且由线上救护员指导实行CPR 等到救护人员无缝接轨后续处理 才能够顺利救回两条宝贵生命 以及挽回两个家庭 记者许多安逸 内出三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